我們一樣要把這個原來的這個資料 問題9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變成SS資料庫 所以第一個的話 一樣在那個我們城市裡面 SS 然後建立的位置我們一樣是把它建立到那個我們 一樣目錄的 底下 那這部分也講蠻多 所以第一個我們一樣就是先開啟 SS我講過他是先 先存檔 再把資料放進去 所以我們要先存檔 存檔的位置我是把它放在那個我們的 應該這個 這個 這個目錄裡面 Q1到Q50翻例 然後翻例這個資料庫名稱的話就問題9 一樣好了 OK確定 再一個建立 這樣就建立的一個資料 新的一個資料庫了 那資料庫裡面現在是空的所以我們要講 從外部資料比較快 然後去找到 我們桌面上一樣 裡面的問題9 問題9 一個驚嘆號是有寫程式的 我們用這個 按開啟 然後按確定之後 它會幫我們找到裡面的工作表 有這麼多工作 那其中我是用問題9這一個 然後按下一步 第1欄 第1欄 第1欄是欄名 下一步 那接下來的話 就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它找到的那個 這篇 方案